嗨 又是我們了 Hidy 其實我覺得觀塘人很有口福 因為觀塘有很多熟食中心 你看有瑞和街 觀塘碼頭 以及這裡是進業街熟食中心 不過這裡有一個最特別的就是 之前跟大家吃過泰國菜 星馬菜 茶餐廳 這次就帶大家來吃日本菜 YA 好少熟食中心會有日本料理吃 對 這裡午餐主要是吃日式定食 我們就點了這個鹽燒牛舌定食 還有這個醬燒豚肉定食 還有這個手工吉列豬排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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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的牛舌很軟 對 因為這裡是根據日本師傅的方法去處理這個牛舌 之前也用了日本醬汁去醃製 之後煮的過程還加了牛油去鹽燒 所以才可以做到這麼軟 嗯 而且很香 我們現在就嘗嘗這個醬燒豚肉 我覺得它的五番非常入味 它煮到已經吸收了醬汁的味道 用了日式的醬汁去煮這個五番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黑芝麻粒 所以吃起來更加香 嗯 甜甜的 其實菜蠻好 它的肉也挺鮮麵 而且有很多肉汁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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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那種脆法是很軟的 嘩 嘩 嘩 其實它這個急裂豬排 是用了日本黑豚肉的西南部份 肉很嫩 然後加上麵包湯整個口感是很豐富 嗯嗯 而且其實在這裡進來這麼久 這裡整個環境的氣氛都很不像在熟食中心裡吃飯 嗯 所以其實挺好的 Who 嘩 嘩 版本